對兒子的這個奉獻犧牲 我無怨無悔 我也沒有怪任何人 這是一個命 我那個媳婦真的很棒 有智慧 善解能力 真的是 真的是那個 很美美話說的 我們都很喜歡他 當第一天發生的時候 我也是跟他 我太太就跟他講 我們都會 全家都會把你當成女兒 不過我只是肯定 我的兒子是 會這隻的 屏東工廠爆炸案 奪走了四條錦繡的生命 而其中33歲的賴俊儒 他原本下個月 就要和英國籍的妻子 去度蜜月 而明年二月 預定要來補辦婚禮 不過卻是因為這一次的救災 讓他命喪火場 而他的父親 在上午的時候 來到了殯儀館這邊 已經帶來兒子生活照的遺照 已經說這是媳婦挑選好的 而被問到說 這一次的意外 誰該來究責 應該究責誰呢 他表示說 他不怪任何人 覺得說兒子的犧牲奉獻 他呢是說這一切都是命 而他也有提到說 高層呢 目前都沒有出面來說明 他也說這不與之憑 我們來聽一下賴俊儒父親怎麼說 兒子的這個奉獻犧牲 我無怨無悔 我無怨無悔 我也沒有怪任何人 這是一個命 這是一個命 至於說是其他的場區的問題 那個我沒有意見 我只是肯定我的兒子是 這隻的 我那個媳婦真的很棒 年輕漂亮 而且有智慧 善解人力 真的是 真的是那個 很美美話說的 我們都很喜歡他 當第一天發生的時候 我也是跟他 我太太就跟他講 今天那個沒有 你就把 我們都會 全家都會把你當成女兒 而對於這一次消防局 他們設置的這個公計呢 賴爸爸也有說 他覺得看過覺得是 那個消防局這邊協調的還不錯 因為他認為呢 四名消防員都是同一個分隊的 彼此能夠作伴 而對於呢 之前陳曉隊長有自責說 把弟兄帶進去救火 卻沒能把人全部給帶出來 因此相當的自責 而賴爸爸也是說 對於這樣不予置評 因為任何人都不希望有人受傷 而他也對媳婦的堅強 表示說呢 認為他非常的年輕智慧 又善解人意 全家會把他當成女兒看待